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盖 初份的影� separated by take a guess 在誰嫁妝後懷 在谁还在搬拐 在我下一句的对白 take a guess 像猎人般等待 用猎物的姿态 这问是告别还是爱 猜猜它落尽了真爱 是现今还是意外 还是你的未来 猜猜我搭起这舞台 是痛苦还是痛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违背誓言 我就出门被谁撞 这样就被人骂 不得好死 苏黎 嫁给我吧 假设给他 这给她 赞给他 赞给他 这儿给他 好 姓名 警察同志 我真的不是嫖娼 问什么你答什么 姓名 张春宏 陈盈盈 职业 演员 大声点 演员 和南方发生过几次关系 有没有金钱交易 现金还是转账 你这么个什么意思 我不是姬 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们真的不是嫖娼 姬多算 算是婚外情 好了 调查清楚了 你可以走了 警察同志 不是 你看这事已经查清楚了 能不能替我们保密啊 我们不会随于传播隐私的 谢谢啊 细眼的人模狗样 还跟这种事 不是 我们会拒绝吗 我们的訴求 akan 不是 和这种事 是 未经许 原则的图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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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到结局呢 他不知道这是赢家 感谢观看 你有什么诉求 我要离婚 我要他一无所有 那你了解你们家的财政状况吗 这几年 他陆陆续续投资了一些事业 但是做一个 倒一个 他赚的钱基本地赔光了 现在家里的支出 基本上都是我在负担 也就是说 你老公几乎没有任何资产 你们的婚内财产 约等于你的个人财产 可以这么说 那这样的话 你们离婚你会比较吃亏 你老公会拿走你一半的财产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 你可以转移你的财产 我对你毫无保留的付出 换回来的 居然是你的背叛 曾经给你的 我会加倍要回来 等财产清算清楚 你就永远 滚出我的世界 老婆 你干嘛 你为什么要背叛 我没有 老婆 你先把刀放下 我在写新戏找灵感呢 我写到女主的老公出轨 女主想要把老公给杀了 我实际还找不到人帮我失戏 然后我就把你当工具人了 老婆 以后能不能别开这种玩笑 不过 老公 老婆 你刚刚的表现太真实了 好像真的是自己出轨被抓到了 有吗 你不会是背着我 上了什么表演大师班吧 没有 你觉得营运怎么样 我跟她又不熟 我哪知道她的怎么样 我又没有问你他的人品 他的人品我知道 我是说 他当你新系女主怎么样 新系女主 不来好吧 哈位是不是不来够啊 不行吗 哈位好像确实不太行 而且跟你也不搭 观众会不会觉得 他是想靠你上位啊 那倒也没有这么夸张 现在的观众啊 只要演技好就行 我倒是听说他演技挺好的 要不你让人试试也行 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昨天晚上十一点零三分 我打了一个报警电话 我们查证过了 没有嫖娼行为 知道了 他们是婚内出轨 我就是张叔横的妻子 对不起 好像是冲动 不管怎么样 报夹警都属于违法性的 扰乱警情会造成社会治安不稳定 依法可以对你进行五日以上 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好在清洁较轻 五百元罚款有意义吗 没有 刚刚 苏莉姐 好巧 谢谢 不巧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找我 有什么事吗 你叫书魂助理多久了 刚刚一个多月 他们对你好吗 挺好的 是吗 结婚了吗 结了 为什么要发短信提醒我 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真可爱 那我想想看 我是怎么知道的 苏莉姐 你帮我看一下 这两个电话 哪个是老板的电话 老板的格局比较大 所以这个张总中间 我加了一个空格 那天那个聚会 除了你和Cindy 别人都不可能跟我发消息 后来你还故意提醒我 张书恒 我不同的方式 评名字 你讲得真 对不对 苏莉姐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我 你放心 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我就是想 我就想谢谢你 在我认识这么多人里面 你是唯一来给我提醒我 并且帮我揭开 这一切虚伪面具的人 那天晚上 我在酒店亲手拍下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画面的那一刻 我很难受 那是我重生了 以前的苏黎已经死了 现在的苏黎 是全新的苏黎 我不知道我这样做 对你是好还是坏 我只是不希望你生活 在欺骗里 谢谢你 我一定能忙 走吧 那我把外套给你吧 那我把外套给你吧 谢谢 你要我多了 以后要是遇到什么困难 给我的机会帮着你 苏黎姐 苏黎姐 人生难免会遇到 低谷的时候 不如把它当作是攒足镜 往前冲之后 偶然获得的意外加七吧 人是不需要时时刻刻地 保持光鲜亮丽 干净十足的 谢谢你 谢谢你 面试的人都到了吗 都到了 苏黎姐 盈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试戏啊 可是我还没有告诉你啊 你怎么知道今天要试戏啊 我看到你们卡斯顶团队的人 发朋友圈了 你来怎么不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你咱俩的关系 还需要跟这么多人一起实习啊 没关系的 你加油 一会儿实习呢 大家都互相帮忙 各自提前配对好 有大戏的对象 你好 你愿意跟我搭戏吗 你和苏黄师关系这么好 还需要我帮你搭戏吗 你们就是嫉妒 他和我在一起 是必然的 你又老又强势 男人没有任何留在你身边的理由 理由 难道你像个傻子一样 就会叽叽喳喳 就是他出会的理由吗 你这种被抛弃的女人 需要发泄一下 谢谢苏老师 演得不错 但是和这个角色的年龄感呢 还是有一点点偏差 我再想想吧 辛苦了 下一位 好 下一位演员老师 看起来搞笑的吧 小 有主意 我也想想想要 你的搭档呢 没找到 那我来帮你吧 好啊 我们开始了 嗯 啊 你打我 打你就打你 难道我还要跳日子吗 抢了我的男朋友 我还不能杀了你才解恨 麻烦你搞搞清楚 那是我老公 你才是少三 他从始至终爱的都是我 只不过是一时糊涂和你玩玩而已 他跟我之间就像缘和缘心 他始终绕着我 而你 只不过是一根辅助线吧 你怎么这么天真啊 你真的以为我对你是真爱吗 男人出轨 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你以为你能笑到最后 到时候 只怕你的下场 比我还藏 林燕 哎呀没打同意吧 我刚就怕你情绪不到位 没事吧啊 没事没事 但是你演得特别好 把女主角演出了一种小三的感觉 你演出了那种我要的很多劲儿 我特别满意 待会儿我跟导演还有制片人说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 就定你演女主角了 真的啊 嗯 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盈盈主演的新剧 出轨必死 接下来会问两位老师几个默契问答 另外老师要诚实回答哦 喜欢刺激派还是安全派 刺激 谁的笑点更低 老婆我回来了 今天发布会非常的顺利 又等你去本了 今天要做饭 好好地靠到我最美的最优秀的了 今天要做饭 好好地靠到我最美的最优秀的了 这张是主摆报 要亲密一点 张老师 您在新剧中 和陈云老师 饰演的是夫妻 那么请问张老师 您现在单身 会更喜欢苏黎老师 还是陈云老师 这种类型的妻子的 嗯 这两种类型 各有千秋 多数 老婆 一切都是为了学生人 原词 哎呀 知名编剧苏黎的新作出轨必死 此前经历了怪女主的风波后 确定了新女主陈云莹 新剧一波三折即将开拍 喂 我有男明信张书恒 和女演员陈云莹的出轨爆料 我还要买热搜 无论花多少钱 我要让这条新闻上热搜第一 是 我就不想付给她 2 2 3 2 3 3 5 1 5 1 2 1 2 是 是 怎么了 这不是那天 你不是说的像是没有揭露出去吗 为什么会有多外照啊 这怎么办 别人会不会看出来 你没有直接发照片 而是说周二姐 看来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 不管是为了要钱 果然是为了要钱 你别管我怎么拿到的 满着我手上 有你们出轨的实锤 还是真的 这么怎么办 开个价吧 爽快 五百万 五百万 还不涨钱啊 有娱乐圈赚钱这么容易 五百万买你和你前人的钱 不多 二十四小时那点钱 多少 否则我就把料卖给人 倒计时 开始 是 你收定的多少钱 我的片酬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哪去凑钱啊 我之前投资都失败了 其余的钱在股票都被套住了 我一时半会儿 最多也只能凑几十万 你没有 你老婆有啊 想个好点的理由 跟她要 却 nineteen 有 也有 嗯 老婆 你能借我点钱吗 好啊 给你发个大红包 两百可不够 两百可不够 那你要多少 五百 五百 何时 五百 五 五百万 五百万 这么多 你不会是出轨被狗仔抓到了 想花钱了事吧 好 怎么可能呢 跟你开玩笑 事情是这样的 前几天吴总跟我打电话说 有个项目找我合作 说这次一定能赚 我到时候一定还你 我保证 两口子有什么还不还的 明天我就去银行转给你 还有吴总说 这次时间比较急 那你早点 好 给我吃点 给我吃点 不要撞 世界还来得及 那我现在可能撞过去 等一下 你不要一次性抓给他 先转他五十万 然后说银行有限制 只能一笔一笔转 我昨晚查了资料的 五十万 咱们就可以告他敲诈勒索 最高可以判十年 他要是收了这五十万 局势就逆转了 我们不但可以 让他把钱给吐出来 还能让他把照片给销毁 聪明 情况有变 我要五百万现金 你四点钱带着钱到汇转中心 现金 只有两个小时了 突然变了 来不及了 超过时间 你懂的 现在怎么办 真赚五百万啊 还能怎么办 快走吧 不及了 只能要问 desenvol案 不及了 尽管 又 需要 也很尽管 也怎么办 能不能 spaghetti 会否 还能不能够 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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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